A產生日期,就是在A2的儲存格的地方 A2儲存格的地方,先產生日期 那這個日期部分的格式也已經先產生了 那後面這邊我們可以用E-Date的函數來做 那在講這個之前的話,基本上 先釐清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如果你日期格式 預設我是用2014年1月1號 那按右鍵儲存格的時候 基本上當然這地方我已經給他一個格式 就這個格式 就是民國年的1月1號 而且是MMDD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 這個月跟日假設如果是個位數的話 自動撫離 就是你可以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MMDD 這個地方的話其實是可以置地 有沒有,置地裡面的話 本來的民國年,你可以挑一個民國年 它只有一個M,只有一個M的話呢 就是說 它個位數的那個,比如1月 它不會補01 那如果你多一個M的話 它自動會幫你補01就對了 那DD也是一樣 後面的話要 星期幾的話 後面可以刮補 AA OK,那就會產生這個格式出來 但是實際上 這個格式裡面到底是包含 實際上它是 記錄在ESALE裡面到底是記錄 是什麼樣的資料 其實各位可以切到那個通用裡面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切到通用或者數值的話 通用的話 基本上它會是一個數字 其實日期是一個數字 所構成的 但是你會想說 這個 這個為什麼是一個數字呢 那其實根據 如果你們在根據那個ESALE裡面的說明來看 它裡面有個說明 它說日期的記錄方式 是 跟什麼 跟1900年的 1月1號相比較 1900年的 1月1號相比較 相差 幾天 所以呢 這邊有個 41,640 這個數字實際上就是跟1900年1月1號相 比較之後 它相差了多少天 那實際上呢 你如果做個格式的話 比如說剛剛我們那個格式呢 實際上呢 是利用 我們ESALE裡面的格式 把這個日期 因為我知道說這個 這個數字它是一個日期 所以它會幫我們運算 換算成為日期的話 顯示在我們ESALE裡面應該是 年月日應該是多少 但是實際上記錄在ESALE裡面 還是一個什麼 數字 OK 數字 所以 天跟天相差幾天的話 實際上 就相差 以數字來看的話 就差多少 差1啦 就是說我們 我明天 就是 跟今天比的話 相差一天 就差1 數字的話 如果在ESALE裡面呢 它是紀錄的 這個 紀錄的方式 是用數字來看待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想要知道說 比如說 我上禮拜最後講到 第一個 我先產生一個 我們的 第一 這個 年的 第一天 就是 2014年 那 先把那個月 每個月的第一天 先產生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前面講過 這邊有EDATE的函數 利用EDATE的函數 先給他一個日期 再給他一個月份 也就是說 2月1號的話 那 用EDATE來做最簡單 OK按確定 但如果你不用EDATE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用 用DATE函數也可以 DATE函數怎麼做呢 如果說 老師你說 DATE函數怎麼做 基本上 這邊有個叫DATE函數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這函數呢